台铁又出包了 在19号下午进行票务系统测试 原本应该在测试区进行承包商 却误选成正式去执行 导致票价出错 有30名旅客的车票遭到了超收 总共1687元 每个人1到84元不等 虽然寄出了公告会逐一通知会员 但是还没有全部退款 台铁表示没有保留车票正本 也会从宽来认定办理专案退费 未来也会利用双重认证避免疏失 好 这样可以了 周末上午初有民众来到台铁售票柜台 买车票看到系统显示金额 通常都是直接支付 但就在前一天台铁系统却出错 超收30名旅客车票钱 紧急公告资讯 台铁要旅客带员车票来退款 受影响的共30人多收了1687元 每个人从1到84元不等 根据了解 原来是因为19号下午 系统承包商正在进行 新通请月票设定测试 本来应该在测试区进行 没想到却设定成正式区执行 造成下午1点46到1点48分 中间的系统票价错误 也就是说不论是APP 现场哪个管道购买都受影响 不应该出这种差错嘛 然后一次出差错就收错三十几个人 相对外国是还蛮常发现状况的 算是正常操作吧 急循30名旅客 台铁第一时间先请列车长通知车上旅客 如果是会员买票也逐一通知 未来也会留意来搭车民众 是否买到超收票 另外短收部分也会对厂商开罚 不过目前还没全数收回 台铁也表示为保留车票正本 也能从宽认定办理专案退费 台铁表示这是首次出错 加上未来还是有城市测试需求 会要求承包商采取系统预警 及人为双重验证 避免类似意外 但如果不是常常搭车 对票价不熟悉 旅客恐怕默默吃亏 不过台铁今年加强安全 也升级新车设备 新购入的EMU900新区间车 以及EMU3000型新自强号 设置三合一紧急停车按钮 以及紧急车掌阀 只要按下按钮 列车就能同时自动紧急刹车 鸣警笛并降下急电弓 避免终结汗事再度发生 就张正美玩题特别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